你坚信台湾跟大陆是一个中国吗 你要坚信我就回答你 你要不坚信咱们立场上就不一样 台湾什么哈 台湾人想不想统一 台湾知不知道大陆统一的决心 知不知道大陆经济的发展和军力的强大 国家统一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哈喽大家好我是巴九 最近菲律宾跟马来西亚的超市 出现了我们台湾代表的国旗 那这又让小粉红破防了 痛呛菲律宾 你玩真的 因为生前菲律宾总统不是祝贺我们台湾大选成功吗 祝福赖清德啊 当选台湾总统 他是用英文说台湾President 那现在又传出一些超市啊 放青年白日满定红的旗帜啊 哎 这让他们完全无法接受啊 那先前嘴马来西亚的中国留学生啊 他也大崩溃啊 哎 我才刚抢完马来西亚的那些教授老师学生 没有读书啊 把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开啊 结果现在大马的超市 竟然出现了这一面国旗 完全不能接受啊 收复马来西亚省 收复菲律宾省对吧 而我昨天那个影片 不是谈到小粉红在炫耀他们的物价 然后有引申到一些中国通缩跟经济的问题 对吧 那一名小粉红 他就爆气在我youtube下面留言呛我 好 八九 你就是不敢提啊 咱们东北啊 1月1号三天元旦假期啊 就有60亿人民币的消费啊 换算就是264亿台币 就问你台湾省 怕不怕 咱们中国的消费力 还说咱们通缩呢 我想说啊 去年直播烧烤 爆红也是昙花一线 随后大烂尾 而中国14亿人口的总量 在东北元旦三天 消费264亿台币 这样叫很多吗 264亿台币可以让 东北可以让整个中国负债的省 不要以债养债吗 当然你们会说 又不是全14亿都去 没有错啊 我说的是总量的换算概念下 那台湾2350万人口 在日本旅游消费 就高达了8000亿日元啊 换算就是1685亿台币 也不是2350万的台湾人都去日本啊 对吧 而我们也不是只有去日本一个国家而已啊 像2022年我去日本两次啊 2023年我去美国还有欧洲各国一次啊 那你说台湾这个体量 1000多亿跟中国200多亿的体量 没有通缩吗 真的不用拿这种事情来证明 中国经济没有萧条耶 你们去看你们的CPIPPI进出口 M1N2 你就知道有没有了哈 啊算了 讲了反正你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你们也不知道 这几组有什么关键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国GDP成长了5.2% 但是我刚刚说的所有指数啊 指标还有咱们的A股坑恒生都在暴跌 嘿嘿 而最近啊 台湾宁夏夜市在1月25号举办什么 跳科木山的竞赛 试图吸引游客去消费 而这个吸引的应该大部分都是年轻的游客 而这引发了一部分人的反感 有人认为这是所谓的中共的认知作战 有人认为这纯粹是无脑 那还有人说啊这是变相的武统台湾 因为现阶段由于这个王牌解放军火箭军的贪污腐弊啊 导致做不到实际意义上的武统台湾 只好做跳舞打台湾 而这个举动引发了我们台湾在野党立委各种批判 批判谁不是批判中共 是批判我们 痛呛武统台湾是非常离谱的言论 非常荒谬 我就不知道你们国民党为什么现在大陆领土都不见了哈 我在想啊 这些国民党立委似乎都不懂什么叫做血印或是反凤哈 扬言中共啊 不可能靠跳舞收复台湾 但你护航的言论已经被统一了是吧 你们中国国民党当初在中华民国大陆地区为什么会沦陷 一开始不是也是被各种的渗透 各种被收买 然后等到实习成熟之后才发动最后的武力统治吗 对吧 所以你想让台湾走到这个阶段 那代表你们都被收买了 那翻开贵党的言论 哪是不是跟中共的论述站在同一个立场啊 但是反对柯木山的确定只有1450 我们预共吗 这次中共国春晚啊 很多地方都安排了柯木山的表演 许多彩排片段流出啊 被许多中国网友痛骂 哎又是柯木山我都看了一年多啊 可不可以不要再看呢 很无聊啊 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低俗啊 臭豆腐上年夜饭能看吗 像话吗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中国极木新闻发出的这个民调 我们可以看到 不希望看到柯木山的网友占比4.9万 希望看到的网友占比4594票 然后下面的留言 真的很土谢谢 完全没创意 都是傻伙就演傻 不是艺术 是吃剩饭 以前春晚是造梗机器 春晚的梗都能玩一年 现在没有任何创新 我直接刷短视频多好啊 真的gap不到这个5点 柯木山我一直觉得看了浑身不舒服 可是互联网哪哪哪都是 有的时候还是听听别人怎么说吧 春晚年年吃剩饭 我第一次用城河体统形容春晚 以前春晚的段子火 现在是春晚都是用火了一年的段子 好不好观众说了不算 您说了才算是吧 不要放在我们安徽卫视春晚上 谢谢 把春晚的高低拉低到一坨翔 真有你的 丢人现眼 好土好低俗啊 已经在各种短视频看到各种柯木山了 没有必要让我们春晚再看一次吧 柯木山传统文化的春节 拒绝柯木山是正确的 挺是好的啊 现在春晚基本上就是柯木山的水平 中国人都已经看腻了 台湾人捡起来玩 中国人不要了丢掉了 我们台湾人捡起来玩 国民党跳出来护滑 那按照贵党的意思 刚刚那些反对柯木山的中国网友 不是台湾人去假扮当的演员 就是绿共1450对不对 那是不是可以请国民党呼吁一下 我们现在的政府 给他们这些绿共1450 一人发一本台湾的绿皮护照 对吧 让他们可以跟你们国民党拿一样的护照 今天我把抖音的底层逻辑说一下 可怕的不是抖音 是抖音公司后面的中国共产党 由党支部控管的这个东西 那尤其是政治类的风向 哪些影片可以上 哪些是不可以上的 而中共法律规定 若中共政府有需要 企业要无条件的将客户资料数据交给中央 OK 那这是墙内版本的抖音 那海外版本的TikTok呢 虽然在海外有公司 CEO是周壽之 新加坡国籍 但这海外虽然不会如同中国版本的抖音 那样严重的政治审查或是封号 但是你只要丢反共的啊 讽刺中共的啊 阻挠中共对台统战 洗脑或是这种辟谣的影片 通通给你降低流量 降低曝光次数 把你的这个流量锁在低范为止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 因为我做过实验 我丢过我YouTube上 两三百万 一两百万的那种short的影片 IG上那种八九十万的那种影片 我丢过 丢到这个TikTok上 一天之后马上流量被锁 基本上破不了五六万 而前年的TikTok某分团队啊 那个时候大量要进入我们台湾 要开始带这个短影音的文化 那也问过我要不要入住TikTok 他们会教我怎么找流量 配合他们每次的潮流 因为他们的潮流是公司 他们公司带的 那么公司先让我们这些创作者知道 我们要带什么 可能跳舞啊 可能哪个音乐啊 可能哪个文化啊 我们先发 发一破他们全部推送 推流量之后 大家就觉得 这是不是新的潮流 大家都在拍 人家就是这样玩起来的 所以我们就会有满满的流量 但是后啊 我审查没有过 想也知道 我为什么审查不过 因为我在其他平台 我在做这种反共 而TikTok也是隶属于北京的公司啊 对吧 所以墙内 墙外 虽然执行的方式不一样 但逻辑都是一样的 用大量快速的娱乐麻痹使用者 我们可以发现 正常来说 可能非选举期间 或是非这个 中共对台特殊敏感的军事行动期间 或是这个军演期间 我们就发现啊 大部分90%都是那种 娱乐片嘛 小短片嘛 电影解说嘛 跳舞的嘛 搞笑的嘛 但是只要到了特定时间啊 他就会给你推送一些政治类的东西 平常在看这些娱乐 你已经被麻痹的时候呢 你对这个平台会深信不疑 而进入在关键时刻 就像我刚刚讲的 比如说选举啊 比如说军演啊 就会散布这种大量 恶意剪接 断章取义 快速不查证的影片给大家 那大家已经习惯了10秒 我要看到东西 但10秒 15秒 30秒 看不到是世贸的完整性 对吧 所以啊 这种影片为什么会爆红 所以这才是大家要担心的 为什么抖音上 TikTok上 政治类爆红呢 都是什么 反美 反日 反赖 反菜 反台独 挺科 挺猴 骂台湾政府的流量 会爆满 尤其是在关键时刻 却没有辟谣的啦 或是反共的影片爆红 因为他不让你有流量啊 他不让这些年轻人 在这些平台上 看到不同生意的存在啊 但是你在YouTube上 你在Twitter上 你在Ig上 看得到政治类的 反共了挺共的 对吧 虽然很多人都说 我们上这个TikTok啊 只是要看预线娱乐的啊 我们不想了解政治 确定吗 那这次这个作票造谣的言论 你们怎么 怎么看得那么新高采烈呢 但是啊 研究有显示啊 当你清楚的认知 抖音啊 TikTok啊 小红书是一个 中共党支部管理的平台 在特殊期间 会放出特殊的政治影片啊 即便你使用了好几年 你还是不会被拉走 因为你已经有 独立的思考能力 你已经知道 它后面代表着什么 我自己也是在用 毕竟有时候 搞笑的荒谬的素材啊 还是要从上面找嘛 对吧 比如说刚刚片头 大家看到那些影片啊 前面那个影片 就是中国抖音的一些 平台团队的这个执行长啊 那些人啊 在教台湾省 的那些网红 还有直播组 怎么做台湾的流量 你要先承认 你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对吧 在他们的立场 台湾跟大陆 是不是同一个国家 是不是同一个中国 这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你如果承认 我才回答你 所以啊 如果你在中国的平台 想要做他们的生意啊 你想要赚的蓬满钩满 你要承认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这个影片也说明了一切 所以要解决的问题啊 不是禁止中国的平台 而是想办法 让大家有一个前提认知 再次提醒啊 以前我们的影片也说过了 TikTok的执行长周寿之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他禁止让他两个小孩使用TikTok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两个小孩还没有成熟 还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快速大量的这种 几秒内你要接受这种 断章取义的影片啊 会造成小孩认知偏差 会让他们失去判断能力 降低智商 所以他不让他们的小孩用 而从这次跨年啊 好多台湾人啊 把101认错到 对吧 这个影片的那个声音 可以发现大部分是年轻人 我就觉得台湾人真的完蛋了 你试想一下哈 为什么可以把101认错 他在降低人类的智商 劣币驱除良币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内容不想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白小小姐 拜拜